好,接著就是慣常的輕小說改編的動畫作品 線上遊戲的路不可能是女生 又很長的,通常都是長賴賴的 你看書名就知道內容說什麼,基本上這套其實有些例外 看書名的話你猜到說什麼,劇情細節你明必想得到 輕小說13年7月開始連載,在電機文庫路連載 郭川的Fantastic Novus那邊連載,有上一冊 都算是校園喜劇類的 這個綜合秒實來的,算是很喜歡 校園戀愛喜劇 它的確是符合到這個條件 其實簡單而言,故事裡面只不過是用一個 網路遊戲是一個背景 對我來說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學步的延伸 不過它不幸運,它說在公會裡面的人坐在同伯 它的學校學生也是,這個小小的 這個偶爾的東西我們就不明白了 這個書名其實是一個點題 雖然現在應該這麼說 很多輕小說這類型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這個書名已經告訴你 那套東西是想說什麼的 這個人就看到是一個問句 不可能是女生,即是有可能是女生 其實就是圍繞著這個男主角西村英奇的故事 因為西村英奇是一個很重度網遊玩家 他也沒有這麼提過的 不過你純粹只不過是說 在故事裡面就是 英奇這一位 曾經有一位網絡 貓技 高八 然後是說 不好意思,我是男人 這是人妖帳號 其實在第三集已經爆了出來 其實是不是人妖 大家也知道 我本來沒有看過這個原作 老實說 它開頭這個位置 我曾經有想過 會不會其實它也是 好像過往很多 就是 無論是我們 上季的底限到底限的PSO也好 那些人的作品 會不會它也是純粹 找一個網絡遊戲 去做一個包裝 但它其實是說另外一些東西的 還是它是想說一些網絡遊戲的 去拿來做一些日常的故事呢? 那暫時來講 看了三集的故事裡面 它用這個所謂的網絡遊戲 它就不是用過內容 其實它純粹用那個媒介的溝通方式 去做這個故事骨幹 其實我想問說 對於你來說 不吸引 這套東西其實是吸引的地方 是看他們日常生活的社交 和網絡社交兩樣的分別 都不吸引 或者這麼說 它這套東西裡面 它用了一個很少用 和網絡遊戲有關的一個設定 大部分的作品都不會用 但是它會用的是什麼呢? 課金道具 不是 有延充就一定會有課金 不是這麼說 因為其他 很多人說如果以遊戲的平衡 或者什麼 課金道具是不可以出現在 是在故事情節裡面 實際上我們玩的遊戲 是很多課金遊戲 是 Overload 最後那集 Overload 分明就是我 是課金玩家 最後那個位置 打吸血鬼 就是那時候用 但是它不會長期用 應該這麼說 始終它是一套輕鬆的 不是一套所謂的戰鬥 你要那個二世間突然之間會亂入 就是說會影響到這個現實世界 這些可歌可入的奇幻故事 不是這些東西 純粹只是那個遊戲 只是一個 這班學生 或者這班的角色 一個溝通的媒介 你當它是一個排球 足球 運動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或者你當它是Dolalala 那個chat room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覺得頭三集 有一點想說 一件事就是 現實世界和遊戲世界的分野和分別 他經常很著重 想說這件事 我看到他講阿子 跟男主角的關係 其實他是很明顯想提出這件事 但是很悶 因為其實三集來說 不停不停不停都已經是說這件事 但是其實阿子其實在三集之中 是沒有進步的 或者這樣說 我們會看到 覺得不過癮的地方 就是一件事 整套遊戲裡面 不算男主角 因為男主角一定是一個正常 另外那兩位角色 太正常了 阿卡尼 阿卡尼 就是水來其佩的角色 其實就是雙馬尾 一個很現實的角色 你有一個 潮花園 記住了 你有一個 老實說 就是近期裡面 尤其是剛剛出了 就是《美好世界》這套遊戲裡面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那些角色 夠生動夠活潑 就是因為他們 夠瘋了 其實玩得夠放 阿子的角色其實 某種意義上而言 其實是成功的 阿子的角色其實是 他是一個分不清現實 和遊戲世界分野的人 而他做出來的笑點就是這件事 而但是什麼呢 首先你講會長的 阿恒 會長其實做不到就是什麼呢 課金換家那種這樣的霸氣 就是任何事都是用錢解決 老實說 因為你本身想用一個 叫做網路遊戲的故事 看下去就說 我這樣看下去的時候 開來就說 哦 明明他是一個 任何事都是用貨這樣解決的人 就是你會覺得 哦 你知道這個角色 他是一個完全外掛金手指的角色 但是 那個反差是 他著重了就是 因為放在阿子那裡 就是要確定他 所謂叫做 現實與遊戲的分界 變成就是什麼呢 為了幫助這件事 就是另外那兩個角色不能夠太瘋 因為不是的 就暴走了 還有我有一個問題 他有什麼時候說 他說進了一個部門之後 不准他用貨金買頭 好像不太覺得 他是進了一個部門之後 跟著就說 在協助這個阿子的期間 學部裡面 會長不能夠用任何課金道具 你明白嗎 就是沒有說過 你明白嗎 這裏面有三個不用課金的道具 有一個課金的道具 有一個課金的道具 看不過眼 你會看到他 所以心理平衡 但是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原因 沒錯那個原因是不夠強的 老實說 他不用課金道具 對協助阿子 這件事其實是沒有一個直接關係的 純粹都是看不過眼 我看不過眼 你用課金 我給你課金而已 這樣說就是 你整套東西裡面 抹開了所謂的 他的網絡遊戲 其實是一個學部的故事 而在這個學部裡面 暫時來說 三集看出來的話 那個特色不夠 他的特色就是什麼 他很多時候 在網絡遊戲的情節裡面 他會把那個角色切換回 真正正的正常 原本是一個男角色 突然間變回 一個女角色的東西 但是這個當然 他純粹是為了賣女 老實說 應該也是 但是不成功 應該根本就是 他女角或者男角 你在遊戲裡面 要用男角 你不要用女角 我覺得是一個反差 實際上 可以用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性別玩 應該要把他變回 而另外一方面 你不會覺得 網絡遊戲的側重位 那麼重 他一直沒有表現過 這個網絡遊戲裡面 是什麼 是一個什麼的網絡遊戲 對於這個網絡遊戲 其實不重要 他不和其他 所謂的遊戲世界 那種遊戲 他都很容易說 是全世界幾多個玩家玩 他是用了一個 什麼什麼的系統 總之他是一個 超偉大的東西 你不玩你死定了 告訴你 所以我這件事很奇怪 看完三集之後 我覺得 他又說 以這個遊戲來做媒介 其實是想令這個女主 過來亞茲去抽離 但是看上去 你說他抽離的時候 他做的事 其實沒有三集來講 是做不到的 而令到 其實 某程度上令到 亞茲的病情加深 例如最後第三集 他襲擊過亞老師 即是扮貓娘的老師 其實那個老師 為什麼要扮成人 其實原因 也不明顯 不是 他會說明了 因為很正常 你一個女玩家 上去網上 被人勾搭 你當然是說自己是男的 你要給他很多麻煩 他有說到 老師有說到 這個理由是合理的 可能只是這樣說 但我覺得很奇怪 只是這樣說 你和亞茲 其實你說亞茲 去襲擊老師 其實看上去 已經不是覺得 你賣到亞茲那種特色 亞茲的特性 不像是這樣的特性 就是這樣 就是說 你勾我老公 你老師是不是勾我老公 你跟老公說話 是不行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看完三集之後 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其實他有一個很重的 玩家雜性的傾量 他設定在裡面 首先 亞茲 就是什麼 外觀自常 那是正常的 女生玩遊戲 像是膽星星那些 英奇那種是什麼呢 他是完全防守型玩家 不玩玩而已 很正常 然後還有攻擊型 還有一個 就是無視任何的火感型玩家 他有這個設定在 但是什麼 暫時三集來說 這個設定 其實遊戲過程裡面 顯現這個特性的位置 是不出的 其實因為這件事最大的矛盾是什麼呢 他賦予這些 角色的性格 或者是他們的特徵 在遊戲裡面 但是除了第一集之外 他們已經是不斷 逐步脫離遊戲的世界 那麼你設定了一個設定 在遊戲裡面 然後你脫離遊戲 說到日常 但是日常的表證 你又表達不了 比如說你以前有套 也是差不多 人的頭髮顏色 都差不多 那套叫屬性同學會 你看到那幫人 玩到也是瘋了 那你會看到 其實他玩一些很無聊的 玩水啊 玩土啊 那樣 那樣 但你會看到一個角色出來 但是這套東西 其實你有什麼好看 都是很薄 你會看到 很薄的 應該一定要用到的 他沒有用過 他現在其實集中了 所謂叫做 壓止這個 所謂有病態的女角 的故事 純粹就是什麼呢 讓他認清就是什麼 你醒醒吧 你是沒有老公的 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是 我們想看一個拯救計劃 其實看一個拯救計劃 你在三集裡 不能掩飾出來 其實我都覺得 其實都很失敗 沒有啊 三集掩飾了 就沒有東西看 不會治療的 這個病 治療後就會完結 你知道嗎 而對他們來說 尤其是 他們本身 你不會覺得 這班人對那個 網上遊戲 或者這隻 MMO 的依賴性有多重 除了 阿子的角色 阿子純粹的角色 就是因為什麼呢 我找不到朋友 我又沒什麼做 那我就打機 你又不覺得 究竟那個 那個線上遊戲 其實不是線上遊戲 跟剛才所說的一樣 他是足球排球 網球 游泳也可以 那就很健康 你之前經常說 那些人是沉迷遊戲 會荒廢學耳 因為他們遊戲 還遊戲 現實還現實 平時有空打遊戲 不冷的溫習 那就很健康的人生 這應該是 PSO的故事裡的 研究報告的問題 不過大家有沒有覺得 大家尊重一個女主角 是阿子 其實阿子出來的 在三集中 雖然說 好像 很迷戀 但其實 雖然說 他抽離不到 是看得到的 但是在正常現實情況下 你是完全看不到 他那個很嚴重的角色 他抽離不到的 只有只有一點 其實你會覺得 不要就是因為 他是抽離不到 跟男主角的關係 只是看他的這個 他在遊戲中 我是看不到 他在遊戲中 他在遊戲中 除非那個男主角 除非那個男主角 我只能說一句 他除了喜歡那個男主角 我是看不到 他在遊戲中 他的熱戀 我看不到 他在遊戲中 就是純粹 把自己的角色拔得很漂亮 有很漂亮的武器 有很漂亮的衣服 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他只是在遊戲中 就是 剛才阿雪人說的一件事 很對的 就是 當第一集 他們還沒參加過 下線聚會之前 阿子是撞過 那男主角一次 就是在班上 走廊 撞到他一次 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如果他真的完全 分不出什麼是遊戲 什麼是現實 為什麼他還穿效服回來 他應該穿粉紅色衣服回來 把星星筆拿出來 他不會的 他純粹是人際的 但是 這套東西就是 他要做人際 但是人際就是遊戲 然後他現在不講遊戲 他要講現實 那你說什麼呢 還有不明顯 你只要講他的現實 就算是 如果你說好像他這樣 那麼驚青 好像第一集 不講 那麼驚青 那麼驚青之後 出道來 你說他在 他在第二第三集 對著男主角的 反應是完全 很大差別 很怪的 他在第二集 已經知道這個男主角 其實是遊戲的老公 那他進入遊戲的老公 的態度 對他很正常 他在後收樓 很冷淡 可能很害怕 明白嗎 應該說 他不出的東西 他純粹只是對 英騎 這個角色的關係 他是分不清界線 但是他不是遠 他不是對那個遊戲 分不清界線 至少你不會像中二病 那些 突然會出個火焰攻擊 然後就射下去 PiaSoto 那些人說 一死 最不是就是 英騎可能被車載中 然後他說 現在復活你 沒有這樣的情節 大哥 如果你這樣跟我說 沒錯 你真的分不清現實 和幻想 老實說 如果你有這樣的橋段 就是說 不小心推出去 他真的被車載中了 然後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幫你復活 那些 這樣的橋段 當然知道 那人怎麼車都車不死 但是 對我來說 這些是你最形象的 很誇張式的 說 你真的分不清 你真是 你當自己 在現實裡 都是一個牧師 其實是 他已經問 為何街上沒有歌布林 但現在好像回不了頭 我發覺 他已經三集 已經回不了頭 他不會動的 這個故事是沒有推進的 老實說 你不會抱任何的期待 你整個遊戲中 你知道就是 他會用這個網絡遊戲 但是你知道就是 他是用不了網絡遊戲 他純粹只不過是 Born Miss Girl 不過現在是有病的Girls 就是好像說 我的朋友在笑 我朋友好笑 我把朋友報出來 一天 阿子純粹網絡遊戲分不清 我整個遊戲報出來 這樣就是 同一個問題來的 我的朋友很少 他入了部之後 故事完 我的朋友很多 這個是什麼 線上遊戲 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是女生 那麼故事就可以完 有道理 就是 根本上那個故事是什麼 它是一話完結的故事 參加比賽 小碎的東西 明白的 就是這一類型的小說 就是 那個啾一早已經是破了 應該那個遊戲主題 變成就是什麼呢 最後就是 拉長的故事就是 哦 其實真是好考 就是 一個作者 那個 不要說對題除 就是 你懂不懂寫一些 生活小品出來 生活故事出來 其實都很難 其實是不是這類型的 通病 就是越來越多 這類型的 平衡時空的東西走出來 那是不是真的很難寫 對於他們來說 我不敢說 但是最少就是 其實現在看上去就是 那些角色 都是說 一些故有學部 角色的屬性 放在一起 然後 你知道那個走向 你知道那個故事 應該會怎樣 然後都是說 離不開三腹屁 然後就 校園劑 校園劑 那些小不免的 那些 然後互鬧 那就過了一季了 那些小不免的 應該是這樣 應該看那杯子買了多少 我覺得他不會爆到 另一款美好的世界 應該百幾百 那這套 去到這裏 一環完結了 好 我們去下一套